只能吃了一年时间才把它制成 吃的过程就吃了一年 吃了一年 因为它互相浓一浓之间它要结脏 因为它你这个天热和天冷吃的 你都不一样 吃了一公分都要做一个记号 多少缩 一缩都不能多 要不然的话下来一盒一拼 它就会戳掉 它这个画面就不容易结脏了 龙袍复制成功 是聪明才智和耐心的结合 这件龙袍纱料 是明万历皇帝国朝圣典用的 免服的料子 它的名字长达十一个字 枝金孔雀羽之 装花纱龙袍 比名字更繁琐的是它的制作工艺 复原这件龙袍纱料 南京云锦研究所的艺人们 整整用了五年的时间 这件举世无双的云锦龙袍纱料 堪称中国工艺珍宝 截来云霞做衣装 天上取样 人间之 也许 唯有中国之景 那流光溢彩的风情 竟会让人 恍惚间分不清天上 还是人间了 中华文明的 历史长河中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 总会有一些文化积淀的美丽之处 迷人地交汇在某一种东西上 有时候 那种美丽会灼伤我们的灵魂 劫来云霞做衣裳 天上取样人间之 也许 唯有中国知己那流光异彩的风情 竟会让人广固间分不清天上还是人间了 在成都一间普通的街边茶馆 一位老人陷入了沉思 这位老人是一个从事织锦五十多年的熟锦老艺人 他的思考正与熟锦有关 熟锦是织锦种类中历史最久远的种类 至今历史已近三千年 他源于上古 兴于秦汉 胜于唐宋 在东汉时期就已欲满天下 汉唐以来的一千多年里 熟锦经南北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 既加快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和传播 也对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 熟锦他始于战国时期 欣于秦汉 胜于唐宋 樊于明清 汉代熟锦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堪称中国执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也就是说中国的执锦业从四川开始欣喜 进而影响到以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执锦的发展 三国时期 蜀锦曾一度是蜀汉与东吴曹魏的主要贸易商品 是当时蜀国的经济命脉 而发展到明清的繁盛时期 史书记载 成都有机房两千处 知鸡万余家 当时的成都是举国文明的枝锦生产地 古老师多 那个时候的机房是这个成都可能有上万台 就是古这个东门南门北门十大门都有 七刷七刷的组合 那就是因为小袋很那个机器很香的 就是多样的亩天的 臭闸心 很臭闸的